欢迎收看百革时事的即时新闻 这真的是一场迟来的争议 上诉庭今天终于推翻 艳师庭和高庭把赵明福死营 列为悬案的判决 2009年7月15号下午5点 时任学州行政议员 欧阳汉华政治秘书的赵明福 被学州反贪会官员带走问话 隔天下午却被人发现 赵明福曾失在反贪会总部大厦5楼的露台 这一消息震惊全国 2010年1月5号 艳师庭停审18个月后 将赵明福死营列为悬案判决 当时赵明福的家人 向沙亚南高庭申请检讨 艳师庭的判决但遭到驳回 不过赵明福的家人却没因此放弃 继续向上诉庭提出上诉 最终在事隔5年后 上诉庭终于推翻 艳师庭和高庭悬案判决 接下来案件很可能将回到 高庭或艳师庭重新临审 或者警方重开档案调查 赵明福罪楼案 更多新闻请继续留守百革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